玩了一天的時間了 做個遊玩總結吧 現在時間晚上8點27 然後我的等級27等 從我的等級大概就能知道說 我是真的有玩好幾個鐘頭的吧 剩下的時間都是領取放置收益嘛 因為它主線關卡是綁定等級的 也就是說 第一個階段會卡等是25級嘛 接下來你就要等待掛機收益 在這晚上時間了 這時候就來做個遊玩總結啦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很不太行的 一款遊戲啦 那我們先說一下遊戲的優點嘛 這是 它的人物 其實都做的是相當不錯的 在戰鬥部分其實跟放這英雄 是有點像的 無論是站位啊 還是一些排版啊 都是很像的 那左下方 可以看得到就是 它可以切出來啊 上一支影片 因為我玩的不夠長嘛 所以它還是無法切出 那當你切出了以後 像這種打副本的 你都可以進行戰鬥 然後爬塔這邊也是 就是同時進行 那這樣子其實乾度第一天來講 一點都不乾喔 所以這款遊戲的玩法 也就是這個樣子啦 右上方 我們來看一下 右上方這個地方 長谷川之戰這邊是主線 再來就是情報 這個就是派遣 把角色派出去 拿獎勵回來喔 如果你本身有玩過放置英雄的話 對這款遊戲 肯定不會陌生啦 因為非常好上手的 來 武將部分 我們看一下武將 武將的裝備 這邊也是啊 100級會開啟這格 七星又會解鎖另外一格 也就是說 這個往上升到最後還是需要很多肥料 甚至你要靠肥料來變成主要角色嘛 玩法大致上是怎樣 來看一下身心 各位先記住一件重點 這才是遊戲真正的重點 呵 身心 這個再往上升心啊 就是需要那麼多的五星肥料 那你有看到我用上方的金幣嗎 這個金幣 叫判金嗎 只有這樣而已 我今天應該花了一千吧 一千左右 就是買突破石 在這裡買這個吧 突破石 一整天 大大小小的任務給你 就是給你它一點點 一點點耶 有夠窮痠的 太少啦 你看 湊一次多少 就要兩千判金啦 湊一次兩千判金 那你又需要那麼多的肥料老大 你這個會不會想錢想風啊 我的角色部分 像德川家康就是手术送的嘛 剩下的就是做任務他給的 也就是說 他的判金給你非常少啦 然後角色開始送你 顯得好像很大方的樣子 但是你要記得一個數字概念 大部分的遊戲 就算是放置英雄好了 或者是三國志 幻想大陸 甚至是魔鏡物語 甚至是超暴三國志 跟你講 這一款的福利 第一的誇張 也就是說 你在這款遊戲 你先花個幾千塊吧 那你就可以趕上 其他遊戲的無課福利 大致算這樣 所以 講的有點 就是話講的有點重 但是 我覺得實話實說吧 因為 實際上我玩到晚上 我就只有拿到這些東西啊 那任務部分還有剩什麼 他給我這些好像 都是做任務給的吧 所以這個根本 跟獸的沒有什麼關聯 這個啦 200 還有桌蟲福利200 給你400判斤而已 那你這樣子 第一天究竟能有多少判斤 你千萬 護航的千萬不要告訴我 啊 我有五千啊 有六千多啊 甚至有一萬啊 太少了啊 那你第二天能給多少 跟你講 我上次玩的 放置遊戲 兩天150抽 各位還記得放置50嗎 玩五天300抽 那你這種遊戲 我是知道你的開發 可能花很多錢 你可能有一些 很多的項目 期待給玩家玩 是不是 大問題是 玩家都會嚇跑的啊 你開發 往後面開發 人家也不會玩啊 你要找多去玩其他遊戲了 所以 其實啊 在這裡要說聲 很不好意思 上一支影片 從頭稱讚到尾 沒想到這款遊戲啊 福利少成這個樣子 實在是太少了啦 那 我現在 已經無視 無視 大家講的 這個福利 如果你覺得這個福利很好 你也不用特別來留言了 好不好 來 看一下 需要多少肥料 那 派幾位上陣 五位上陣 五十十五 十五張五星卡 十五張五星卡 我從早上 然後一直到晚上 我的半斤只有這些啊 然後十年抽 兩千半斤 我們來看一下七律好了 好不好 概率就是這些啊 概率的話 還算是OK啊 但是我現在連十年抽 我都沒抽過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中 那其他地方 應該不用看了吧 就大同小異啊 就是商店買一買嘛 然後這是召喚 忍者可以解鎖忌忍 阿薩布魯的 還有家族 大致上就這些啦 嗯 我是覺得 把回去重做吧 你這樣子不行啊 你這種福利今年 就你給的最少 你知道嗎 還是你沒有玩過其他放置遊戲 啊官方 你有沒有玩過其他放置遊戲 你知不知道 你給的量是 是今年所有放置遊戲裡面 最少的 尤其是瘋子 好啦 那我要刪遊戲了 我現在就可以 鄭重的跟各位承諾 正式再出 我是絕對不會下載的 大家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